好来看到国际上重要的新闻 就是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海底挤油 现在的漏油事件到现在已经两个月的时间了 怎么办呢 英国石油公司想尽办法要清理 但是都缓不济及 我现在呢 要向凯文科斯纳来求助了 因为呢 拍过了水事件了 好莱坞乙星凯文科斯纳 这么从他的公司呢 订购了32部可以使得油水分离的清油机器 凯文科斯纳呢 在9号是已经在美国国会示范过的这种的机器 油水分离的成功率是达到99% 那么这种的机器有32部 一天呢 可以处理大约是600万加仑的油污海水了